其实妈妈在生产的过程中 第一个体重会增加 第二个她腹内的压力会增加 所以对这一个躯体而言 别人她如果50公斤 可能她变胖到了70公斤 那她整个腹重增加 她的骨盆腔的肌肉也是腹重是增加的 所以她这个阶段的时候 引导已经先松弛一部分 再加上腹内的压力往下压 所以整个下面的私密处 她整个是会呈现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情况 那在生产的过程 比如说自然产 自然产我们一定会有所谓的会因损伤 会因损伤包括裂伤 又重新缝合的过程中 也会让我们的阴道变得跟原来不一样 那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 宝宝的头抬头要经过这个产道 一般我们这个要开五指 就是说整个阴道 她至少会撑开到五指这么大 所以整个的过程中 你的小小的私密处 从本来那个小小洞口变到这么大 再回馋回来 她也跟原来不一样 尤其是有很多剖腹馋的妈妈 剖腹馋的妈妈 她其实她体重也是增加了 腹部的压力也是增加了 那虽然她没有经过馋道 但是她其实上半段 也是整个都已经松开了 所以剖腹馋的妈妈 也很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她的这个馋道 她的阴道跟原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其实我们流产的时候 因为流产的 有很多病人 她最后都是做这个流产手术的时候 最后还是采用这个手术的方法 手术的方法来讲 她对我们里头这个 库脏啊 包括吸引啊 都对我们的这个子宫内膜 或者是我们的阴道内壁 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所以很多女性她即使没有生产过 她可能流产四次 五次或者是六次 我们在检查她的私立处 她因为这个重复的流产 荷尔蒙紊乱 再加上手术次数过多 也会造成她的阴道松弛的比较快 可能有一部分的关系 不能说完全没有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长得都不一样 不但是使用的频率比较多 包括像你使用的对象 像有一些女性病患 她就跟我说 她以前可能认识的是外国人 那她的外国人长期交往 后来再变成中国人 她感觉就好像有一点不大一样 但是当然她都可以 就是进行一个愉悦的一个夫妻生活 但是在这个她自我的感觉上 可能还是会多少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的私密处 她其实是一个有弹性的一个组织 所以弹性的组织用久了 她多少还是弹性会稍微有一些改变 但是当然年龄 跟我们的这个生产的产次 还有包括你的流产的产次 才是最大的一个主意 阴道过小的问题 其实她的要先去找她的原因 有一部分的女性 就是很罕见的 这个叫阴道静卵的一个问题 阴道静卵的问题 要先去解决她的是心理性的 还是生理性的 少部分我们遇到的客户 她可能因为童年的时候 受到一些性生活上的欺压 或者是说不愉悦的性经验 导致她并不是真实的阴道过小 她只是因为过于紧张肌肉收缩 所以她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正常的夫妻关系 那这种的话 我们除了给予心灵上的辅导以外 也要给予一些肌肉松弛剂 或者是给予肉毒感菌素的治疗 那有一部分人真的是阴道偏小 只要她是阴道正常的 其实我没有真的什么偏小的问题 那就是你的男性伴侣 可能对她而言有点比较大 那这样子的女性变换 如果是她真的是很喜欢这个伴侣的话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阴道的扩张器 类似让她自我驱终一个慢慢的扩张的工作 最后一般都可以很成功的这个跟男性相处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 她是误以为她自己阴道过小 实际上她的问题不是哦 她可能是水分过少 导致她觉得干涩 干涩的时候她觉得疼痛 她觉得她太小 一部分问题是她弹性不好 她老化了以后 她没有这个弹力 所以说她虽然水很多 但是她没有弹性 没有弹性她也觉得她过小 她觉得她不舒服 那这种就要针对她的水分的问题 包括看看她是不是荷尔蒙的问题啦 或者是她是阴道局部老化 黏膜老化的问题来做一些治疗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一般在家里 就是想要做一个自我的改善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要强化我们的骨盆体积 还有强化我们的核心肌群 我们的这个阴道 它其实是一个黏膜的组织 它是悬空的 上面有子宫做一个铁拉 那下面的支撑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骨盆体的一个肌肉群 所以我们一般在家里的话 最简单练的就是所谓的凯歌运动 类似有点像憋尿的动作 把我们的这个骨盆体积 这样收缩收紧了以后 可能维持5秒钟 12345 然后你再放松 那一次收紧再放松 这样算一个 一天我大概会建议练15次到20次 但是这个肌肉 它不是一触可及的 一般的话以我的经线都要慢慢慢慢练 大概要一个月以上 才会稍微有点感觉 但是根据临床的这个观察呢 就是说很多女性 她长期有在练习的 可能她到50岁到60岁 她的这个骨盆体 还是感觉蛮紧实的 另外就是我们核心肌群 我们的腹肌呀 腹肌就是我们整个腹腔这边的这个 核心肌肉 如果说它也是支撑有力的话 你的身体的重量 它就不会整个像你的骨盆体下去压 相对的你的私密处 阴导也不会松弛的那么快